好吃的东西要吃进肚子里 可爱的人要放在心里 大家好 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今天我们用斧竹做一个拿手菜 这是我用凉水泡了5个小时的斧竹 告诉大家一个小窍门 用热水泡的话 容易外表容易腐烂 一定要用冷水泡发 提前泡发 我们将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 我们放锅内 给它焯下水 水开下壶竹 焯两分钟 焯好放入碗内 让它自然放凉 青椒去籽 银行片 红椒也切成银行片 再切点蒜片 大葱也切片 切好放入盘中 放一旁备用 我们再切一个西红柿 再次切成大一点的块 馆中打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给它搅散 搅好之后 再下入一勺生粉 继继续给它搅拌 搅至这样拉丝就好了 自然头上的腐竹 我们给它挤干水分 放入碗中 给它搅拌均匀 让每一块腐竹 都沾上一层薄薄的蛋液 平底锅预热 刷上一层薄油 下入腐竹 给它煎至两面金黄 煎的时候 我们给它翻上面 加入鸡蛋 也能锁住水分 更加的营养 亲爱的朋友们 不知不觉 已经分享了 一千多道家常美食 如果你平时在菜场 转来转去 不知道吃什么 做什么 它可以多翻看我的煮链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蔬菜 葷菜 面点 都是最强调的做法 总有一道 适合您 吃好喝好 快乐不倒 在这里也感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和煮链 先煮这样就好了 我们给它盛入碗中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锅中油了 下蒜面爆香 下西红柿 炒西红柿 再下入大葱 一勺辣椒酱 继续给它翻炒 炒香之后 加入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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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汤汁 煮汁入味之后 再下入青红椒片 继续给它翻炒 最后淋入水定粉 给它翻炒 收干汤汁 淋入香油 就可以出锅了 非常的漂亮 红黄绿黑 这样搭配 非常的有食欲 虎竹这样做 细足的汤汁 特别的入味 好吃又好看 喜欢你赶紧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分享 找阿见 天天相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首先我们将腐竹给它折断一下 泡在冷水里面 接下来我们准备点配菜 两块钱瘦肉 给它切薄片 螺丝椒 给它去地 切成滚刀 今天我们做的是青椒肉片炒腐竹 所以青椒我们要多切一点 先要把它放入盘中 接下来我们切点蒜片 姜片 然后给它装入盘中 准备几根小葱 我们只取葱白 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备用 泡软的浮竹 我们给它切成小段 接下来我们开始喷热 锅头加入清水 大火给它烧开 水开下入小勺盐 下入薯竹 给它搅动搅动 焯去豆腥味 焯水一分钟 迅速的将它捞出来 另起锅烧油 下入葱姜蒜爆香 把肉换虾进来 给它煸炒几下 来一粒粒豆豉 给它煸炒出香味 下入蚝油 来一粒老抽 烤出酱香味 然后把虎油加进来 给它开大火翻炒均匀 切到的螺丝椒段也加进来 给它半火翻炒两分钟 来一粒粒盐 继续炒味 继续给它翻炒 快出锅的时候 我们加入少量的水 给它稀释一下调料 给它化开 翻炒五六七八下 继续出锅 一道美味又下饭的腐竹肉片 炒青椒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一道超级下饭的青椒腐竹肉片 就做好了 酱香不比 有一点点微浪 太香太像米饭了 喜欢的朋友 一定按照我这个方法试一下 经营了 同学的朋友们 我们做得到太多的 所以现在做得到 已经完成了 一股东西